這個月找到同澤文立山區十天 開火關才發生兩者意外 十六又發生有騎機車的人 出發去農場受傷 今年到達是已經發生三十 車交通數個 這個月找到中正路到十門路口 在頭方澤文立山區十天 區無關的地方才發生一隻 自家用的轎車 農到 同鄉的歐洲 歐洲歐洲 歐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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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人掛車都在安全道 造成兩個人希望意外 十六又發生在大型 四路路口附近 一個年輕的 女性騎士 騎車拔倒 中傷的遺固 女性機車騎士 沿本峽中正路 往市區方向行駛 行進入口時不慎 插撞人行道的路源 造成受傷 警方 後報道場出力 女性騎士 並沒有酒駕的行為 經濟統計 頭方區中正路的 坐穩居十天區 為大型四路路口到 主門路口差不多是三百公促途 今年到目前為止 港区演算交通的遺固 A1有一件希望的遺固 A2有十四驚 中傷的遺固 A3是有十五驚 是車有受損 不過人沒中傷 因為港区演算的路段 不是就在發生車的 也讓民間團體建議時間 区駕附近車路安全的 幾位不夠集資 相關單位有必要做檢討 圍裡上我們都會有這個 擺設這些相關的 夜間警示的一個燈號 然後另外我們在沿線 我們也都會設置一些 交通排面引導這個用路人 可以有一個遵循 周恩港天局表示 不僅僅對設置為例跟車路的條件 除了提高交通 以致計為心者通過 每天也會做車路 跟相關設施的順路 檢查 那如果充滿有騎車跟塞車的人 如果充滿路口就要放慢 避免發生危險 記者總好報道